黑神王悟空的难度怎么样 我作为一名守残党给个主观评价 并且给新手小白同学一些打boss的经验 先说难度 如果爱尔登法环和只狼难度指数是10颗星 那么悟空我给8颗 战神对马导之魂拉人崛起的剧情模式难度 我给5颗星 黑神王悟空的难度 我感觉努努力抗衡攻略刚刚好 虽有负担但不大 抗金龙我打了大概20多次过的 古先锋大概10次过的 白衣袖是大概10次 大头幽魂大概20次 我总结了一些打boss的经验 下面分享给各位 首先是修改器 虽然我也有PC版 但是我不想用修改器 这个游戏如果用了修改器 会少很多滋味 就如同喝不带气的可乐 吃面没有蒜 吃重庆火锅没有香油碟一样 我们玩游戏 一是看剧情 二是玩操作 如果72项修改器一开 无限生命 无限法力 无限气力 无限棍式 无限变身时间 只关打就行了 这和打木头装子也什么区别 这个游戏一共得有五六十个boss吧 每次都是这个打法 只剩下看剧情了 游戏中操作的美是体会不到的 当然了 用不用修改器是大家的自由 我尊重各位的选择 自己怎么玩的舒服怎么来 下面我说说什么是操作的美 我已经打了有26个boss了 里面有一些共性规律的地方 那就是每个boss都有自己的必杀技和弱点 首先我们要识别到boss的必杀技 找到躲的时机 比如抗金龙飞过来咬你 比如虎先锋第三刀的延迟 还有冲刺砍 像这些必杀技躲闪的时机非常短 得多练 但是当你找到了时机 90%都能躲得过去 那你已经成功一半了 另一半是找到boss的弱点 也就是他硬直的时机 比如白衣秀士在突刺之后会歇会儿 这时候你放心的打 还有抗金龙那个神龙白尾往冰面上开完之后 你也可以随意打 还有小力龙连续敲敲敲敲 你可以站在石头上躲避 当他最后吼那一下 这时候你要蓄力中棍 等他吼完正好跑过去给他一击中棍 我用的最多的都是基础打法 轻棍加中棍 还有蓄力三段中棍 聚集三个点打下去基本上都能打出硬直 像什么吃药啊分身术啊 经破隐身术这些都属于额外加成 我上面说的能躲过必杀技 还有找到硬直的这个机会 这是基础 有了这些加成玩起来会更爽 但是如果只依靠这些额外加成 没有基础的身法打法是很难过的 最后呢说说玩游戏的心态 玩游戏要放轻松 每一次打boss你就当做是在亲切友好的切磋 前十次二十次都是在看对方出招 练习如何闪力 找到硬直机会 不要上来就吃药 用精破和分身 就用平A 轻棍加中棍去磨塔 其实也是在磨练自己的心性 不要着急 失败是常态 不丢人 不较劲 像这种朴实无华的基础打法 是很快乐的 我在打抗金龙和虎先锋的时候 就是在不断的练习的过程中 不知不觉就过了 对了再补充一点 这游戏有一个重要的地方 那就是技能加点 加对了对操作很有注意 如果不懂可以找到相关的攻略很多 以上就是我在玩黑神皇悟空的一些心得体会 我现在PS5版过了抗金龙PC版再打第二张 我怎么感觉PS5版要简单点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了